来源起炉晚报 上个月 湖北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北消费金融 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发布线上自营电话催收业务外包项目 竞争性磋商公告 近日 项目的结果出炉 共有四家公司中标该项目 从成销结果来看 四家中标公司的电催港报价 普遍高于一万元美元月 其中 高级电催港报价最高为一万两千元美元月 四家公司中标湖北消金催收外包项目 5月21日 湖北消费金融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发布线上自营电话催收业务外包项目竞争性磋商公告 以对逾期客户的电话催收业务采取业务外包的形式 临选不超过四家在武汉地区 具备自有职场的业务外包服务项目供应商 该项目的服务期为两年 合同以一年为周期签订 湖北消费金融将是具体业务合作情况进行续签 公告称 该项目资金来源为湖北消费金融自筹资金500万元 采购控制价方面 初级电催港 中级电催港与高级电催港采购控制价 不超过1.051.151.25万元人月 其中高级催收港税后 实际可支配 发放 工资不得低于8000元每人月 年度服务费总价 含增值税 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每年 6月6日 上述项目的结果出炉 共有四家公司中标 湖北消费金融线上 自营电话催收业务外包项目 分别是武汉新实力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华道数据处理苏州有限公司 太盈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明晰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从成交结果来看 除了部分初级电催港外 四家中标公司的电催港报价 普遍高于1万元每人月 其中高级电催港报价 最高为1万2000元每人月 美京记者注意到 上述四家中标公司 均正在招聘平台上 招聘电催员 比如 武汉明晰会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的一个电催员职位详情显示 以电话短信等方式 告知客户预期情况 引导其正常还款 无则底薪3000至6000 念式平实力定底薪 加提成加激励加全勤 加岗位补贴 月综合10K至20K 值得一提的是 部分公司在招聘内容 虽并未提及催收 电催等字眼 但当谈及工作内容时 H2称 主要就是提醒银行客户 账单余期 多家销金公司 采购委外催收服务 实际上 湖北消费金融 早在2022年底 发布了一则 催收服务机构 入围项目的招标公告 标包主要涉及 该公司全国各地区 线上业务 与线下业务催收 以服务期限为36个月 从公司的中标候选人公司来看 2023年2月 有几十家催收公司入围 同年5月 又有15家催收公司增补入围 美京记者发现 以催收业务外包为关键词 在中国招标投标 公共服务平台上检索 仅今年6月以来 就已经出现了4份相关公告 除了湖北消费金融外 另3份公告 分别指向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 强岸渠道 催收业务外包项目 徽商银行 关于个人信贷业务 催收外包机构的采购项目 交通银行陕西省分行信用卡业务催收 及商务推广服务外包采购项目 另外 除了上述提及的湖北消费金融外 近期多家消费金融公司 也在采购委外催收服务 比如 北银消费金融5月7日公示 2024至2027年 委外催收机构 入围采购项目中标结果 北京牧阳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 和一家律师事务所成功入围供应商 南银法八消费金融 去年7月发布的催收服务供应商 入围采购项目 直营专营业务结果公示显示 入围的供应商有 江苏德鱼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永城鸿信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等 共59家 苏银凯基消费金融 去年11月发布的 委外催收供应商采购项目 中标结果公示显示 厦门黄龙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等18家公司中标 为了处置不良信贷 金融机构寻找委外催收公司 并不新鲜 但随着近期催收行业的监管 愈加严格 金融机构的催收行为 正广受关注 其合规压力也在增加 5月16日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的 互联网金融贷后 催收业务指引强调 金融机构应切实履行贷后 催收业务主体责任 不断加强本机构催收能力建设 审慎实施外包 金融机构应加强 对第三方催收机构的管理 监督和检查 做好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工作 防范不当催收 个人信息泄漏等风险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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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